這一次會見 我想是中央在確定了 推動北京政府電子對裝機的項目以後 小明龍志和李仁道之間 很重要的一次討論 科學院的盧家錫院長非常重視 使得這個工作很快就向前推進 1937年8月17日 這是松戶會戰爆發第五天 在上海無松口碼頭的一艘 即將駛往英國的郵輪上 24名獲得第五屆中英更款的留學生 整裝待發 看著戰火紛飛的祖國大地 他們立下了學成歸國 報效祖國的誓言 這其中就有十年22歲的盧家錫 火飛行在船上就聽到外國人怎麼說呢 他說這批人是什麼 賠款專員 就是說這些人是打仗輸了這個國家的 我們給你一點錢讓你來讀書了 所以我飛行非常非常的 心裡面非常非常憤怒 我飛行說我們就像那個盜火的神一樣 就從國外把這個火種拿回來 站穿中國年紀來 1939年 盧家錫在倫敦大學獲得物理化學哲學博士學位後 前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跟隨後來兩度獲得諾貝爾獎的鮑林教授 從事結構化學研究 在那裡他結識了錢學森等一批中國留學生 與他們結下深厚情意 相約學成文武藝報效中華家 我飛行非常興奮 他說半年前當我開始計劃我的回國之旅時 當時戰爭還沒有結束 我的計劃是必須從大西洋繞一圈 在地球上繞一大半圈 現在日本已經垮台了 我可以從美國的西海岸 越過太平洋到上海 從前門回祖國去 有一批很接觸的 有成就的科學家回來了 包括前學生 包括錢偉常 搞原子彈的那幾個專家 隱性埋名 盧老救助更早一點 看他一接觸就趕著回來 歸國前 盧家希剛剛獲得由美國國防研究委員會頒發的成就獎 他拒絕了留美研究的優厚待遇 懷抱著在中國開辟出結構化學新紀元的一腔熱忱 回到下大和浙大成為了一名清貧教授 然而國民黨又挑起內戰 只是無處能放得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這讓盧家希倍感絕望 對於國民黨 我父親是非常的失望 從希望到失望到最後絕望 我父親呢 他想盡各種辦法 在朋友的幫助下面 搞到了一些不能算是化學藥品 算是工業用的 回來以後呢 重新再加工提存 他講說 我相信這位王 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唯一期望就是黎明找學道來 17號全島解放 20號當時的第一任廈門市委書記 叫做林一夕跟我父親看 廈門大學 什麼時候能夠復刻怎麼樣子 我父親非常感動 才剛剛解放幾天 你們就這麼關心教育 這麼關心大學 願意跟著共產黨走 解放初期百废代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才真正的能夠把他 所學的自己的本領 貢獻給祖國的建設事業 科教事業 加入農工黨以後 一步步從教育科技 走到多黨合作的政治舞臺 作為國內少有的結構化學家 盧嘉熙受命酬建 中科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 他帶領一批年輕人 經歷從無到有 從小到大 最終建成中國第一個 以結構化學為主的綜合研究機構 1975年他率團訪美 受到高規格接待 回國後 他對前來祝賀的錢學森說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人終於在西方人面前 挺直了腰桿 我們國家要真正完全改變面貌 必須靠科學技術 所以他講了一句話 就是我們要盡力 在世界的科技的競技場上 多插上幾秒的平板去 人家人士科學技術是生產品 正確認識 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 腦筋者是腦筋人們的一部分 這對於法展 惡鬼 科學事業 有極其明確的關係 中央對於整個 我們國家的整個科學事業 中央有更多的考慮 鄧小平 我們就聽出來說 科學院院長 由科學家自解釋 1981年 盧家熙出任中科院院長 1983年 他陪同鄧小平同志 會見了美籍物理學家 諾貝爾獎獲得者 李正道博士 就建立中國第一座大科學裝置 北京正副電子對撞機 即設立博士科研流動站等事宜 進行討論 鄧小平同志1988年 在北京正副電子對撞機 落成以後來視察 他說 有一位外國的科學家 就是當時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總所長 就問他說 你們中國現在還很窮 為什麼要做高能物理 因為高能物理 都是發達國家才做的 小平同志回答說 我們做高能物理 是遭遠於未來 遭遠於中國科技的發展 要讓中國的高科技 在世界戰役的一席之地 對撞機88年建成 到現在已經30多年了 它一直處在 國際這個領域研究的最前沿 這個是北京正副電子對撞機的電機師 1984年的10月7號 小平同志 親自來到高能物理研究所 親自為電機師殘土 應該說是鄧小平同志的支持 我父親應該說是積極的才藝 在這個事情前面 我父親就非常覺得 鄧小平同志有魄力 1988年 盧家錫當選農工黨中央主席 並在此後的全國政協 七屆四次會議上 提出科技新國 從科學救國到科技新國 科學和教育 既是盧家錫生命中的兩大支柱 也印證了農工黨人 為祖國現代化建設 天磚加瓦的全權初心 80年代 起科技新國 我們是一個趕的過程 是一個釋放的過程 因為被壓抑得太久了 現在我們提出的是 就是在一定的科技進步的基礎上 我們是需要再上一層樓 把我們的科學技術搞上去 佔領制高點 我們一直堅守著 發展的科技界 教育界的中高級支持分子 我們也是8萬多黨員 這一批人是頑強熱情 仁愛走國 在任何時候 都是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 圍繞國家的發展戰友 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議 中國科技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科學技術發展得非常快 我們能夠做到高水平的科技自力自強 我們才能夠談得上 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